在软体方面,FX4是运行一个基于Android 4.0所制作的一个高度制定化的一个系统,就叫做Flyme OS 1.0。 这个Flyme OS 1.0跟Android是有什么分别呢? 最大分别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多改变的一个系统。 好像在主界面方面已经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跟MX一样的一个没有程序列表的一个设计。 所以呢,底下这个M字,M的一个图示,它并不是这个程序列表的按键,其实它是一个浏览器按键,而且这个按键是不能够更换的。 那它旁边的空间呢,就有以望的两个,改成四个,就是一共有五个空间可以放图示,那这一些地方也是可以放资料价。 那这一个就是跟MX有一点不同的地方,那主界面最多可以有10个页面,那然后,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,并不是它不能够放很多图示,因为,就算我们真的有超过160个Apps的话,也是可以用第二个交流方法来处理。 但是,它比较大的问题是,它的主界面,主页,是一定要放在第二版,也就是说,我们按主页键的时候,在其他页面按主页键的话,一定是回到第二版,不是第一版,也不是中间的那一版,这是第二版。 那另外就是,它没有放大速响的一个功能,就是没有这个,多展触控的功能,就不能很快的,在不同的主页之间切换。 那,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,一个我们比较欣赏的地方,就是在,这个顶部的通知链。 这边,这里呢,除了有,已经呢,很多手机有的一个,设定页以外,我们在,太右上角,也是可以看到一个网络质量。 那,这个网络质量是什么呢? 那,这个网络质量是什么呢? 嗯,这是当我们觉得,呃,电力不够的时候,可以直接,在这里,切换到,呃,2G,这样。 那,然后呢,我们来说一下,底部,这个,这个按键的功能。 那,要说它们的功能之前呢,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网络。 那,可能看的不太清楚,但是呢,也是可以看到,它是有,两个,圆形在这些地方。 那,这个就是,这一些,这两个按键可以,变换方向的一个,关键。 它就是一个,十字形的一个针列,就有5颗LED,在里面。 但是呢,我们可能不能,不能太容易的看到,但是,对,就是,看左边那个按键,其实它是在圆形的左手边。 这是一个十字针列的,左边的那一颗,呃,灯在亮。 然后,右边呢,就是,呃,十字针列中间的那一颗LED,在亮。 也就是说,它们在,两颗按键在,不需要使用的时候,它们,会亮的一点,是不同的。 这也是我们在,呃,一些,这个情况之下,看,这个,底部,呃,底部按键的位置,会有一点点发现,啊,有一点不,呃,不拖。 呃,是不是有一点,好像看不顺你的感觉。 原来就是因为,呃,这个,灯,跟中间的,主页键,距离不同的关系。 那说过它们的排列以后,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功能。 先来看右手边的按键,我们在按住的时候,就会出现有一个,最近城市列表。 就是,跟按住的按键一样,但是呢,在,MX4上面,或者是MX上面,也是改到了右手边的按键。 那也是可以看到它,左手边的按键可以使用了。 在这里呢,可以看到有,最近的城市,然后下面就是有一个,迷你的音乐播放器。 那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图示,这一个图示就是把,所有人在运行的城市接触。 那如果是要,一个一个人来的话呢,我们可以按住,然后拖到下面,就可以了。 那左手边按键其实也有它的功能。 在上一代我们也,已经知道它的功能是,按住,然后关闭屏幕。 然后,在这一代呢,我们也是可以做同样的事。 但是呢,我们再按下去以后,我们发现它的反应,或者是,关闭萤幕之前的延迟,是比MX坏了一点。 呃,整个感觉会比较流畅一些。 那,然后我们来谈一下小工具吧。 那小工具的话呢,我们并不能够用,按住萤幕的方式来加入。 可以看到我们按住萤幕是没有反应。 要怎么加呢? 原来是要在,设定里面第一个,个性化。 然后在这里按小工具,就可以加入。 可以看到它的,加入界面跟Honeycombs有点相似。 因为,上面是一个小工具的排列,然后下面就是,主界面的书图。 加入的方法也是差不多。 就是按住,然后拖到上面放手,就可以了。 非常简单。 然后呢,在这一个部分呢,也是可以再,呃,加入一些主题,更换不同主题。 那这些主题也是可以在,手机内键的一个应用相片里面下载。 那,座部方面呢,就是一些背景图片呢,就是,呃,把, 动态桌布,然后系统桌布,图片覆,那一些,选项依次过排出来。 然后就是,跟,一般Android手机的一个,做法有,有点不同吧。 那,当然说到小工具也不得不提。 这个,时钟小工具我们发觉是,是没有的。 因为,呃,手机的,在主界面,只是主界面而已。 它的,通知率是比,以往是大了一倍。 那就是,把这个时钟放大了一倍,然后整个,整个通知率也是放大了一倍。 那,这个方法很好。 因为我们,呃,一来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个时钟,二来就是不用再, 多浪费一个空间来放那个时钟。 那,然后,在我们用其他功能,或者是在其他画面的时候,这个, 这个,通知率呢,就会输回去。 就是,跟平常的是一样大象。